為什麽人們養狗? 因為狗特別懂事兒。 他那個比人做事還好了。 但是他還會表演那個有意思的事兒, 讓人高興看著。 有的時候,鄰居不是也遛狗嗎? 見面以後說幾句話。 我就看鄰居那狗啊, 他也是高興的時候, 他就做各種動作。 有的呢,是趴地下了,趴地下呢, 然後,就是爬著走。 那肚皮的那一地啊, 他往前爬著走。 他就是,叫媽呢,就是表演吧。 然後,他還會那個拿大頂那樣走。 就是兩個前腳啊, 那個在地上,後腳上立起來了。 哎呀,這野門的那狗, 跟我們這狗的大小差不多。 還有一個印度鄰居那狗呢, 是日本狗。 好嗎? 跟我們這小狗, 他也是玩一會兒啊, 然後他就做那種動作, 我也都形容不出來, 就是又轉圈啊, 又幹嘛的。 這動作特別熟練, 特別快。 就在地上那個刷靶似似的。 反正,反正他就是給人快樂吧。 所以人就, 就那個什麼, 人就喜歡狗, 就養狗啊。 這鄰居還有那個, 就是,好像應該是Cocation吧, 是白人吧。 然後他那狗啊, 牛肉、羊肉, 別的不吃。 好像是煮著吃。 他給那狗啊, 吃這個。 他說的, 他用這個, 垃圾這個詞哈, 形容那個, 買來的那個, 這每個人都不一樣啊。 說的都內容都不一樣啊。 就是有的人這樣, 有人那樣認, 有人那樣認, 有人說, 買來的那個狗糧, 人家配的那營養, 特別好。 你就不要餵人吃的東西。 小狗子啊, 特別淘氣。 他, 他那什麼, 他有時候挺懶的, 他不走路, 他就, 他讓我抱著。 這小乖子, 特別有意思。 挺乾的。 這又上廁所了, 我還得給他收拾。